現在台北的餐飲店競爭非常激烈 就在松江南京這邊有一間牛肉麵店 它主打最低一碗只要120元 然後裡面飲料或者是豆花 通通可以讓你吃到無限供應 在外面隨便一碗豆花配三種料 就要大概50塊55塊了 這樣吃下來真的頗有滿足感的 今天就帶著他們兩個小鬼要起出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萊恩 今天我們人在台北的中山區附近 那前幾天我看了好好的影片 就是他介紹說有麵店 他居然有豆花飲料可以吃到飽喝到飽 於是我就查一下我家附近這邊 有什麼樣的店 有這樣的一個型態跟模式在經營 結果就找到這一間麵大廚 那這些麵大廚我看好像是從桃園 然後一路開開開開開 開到台北來 那在延吉街跟四平街這邊剛好各有一間店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以他這樣的一個價位100多塊 然後就能夠飲料 然後豆花跟六種配料 加到飽吃到飽 究竟表現怎麼樣 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按下訂閱鍵 那如果關心我的生活動態的話 可以到NB或IG喔 那我們一起去看一下吧 Let's go 這一間呢 就是待會我們要吃的麵大廚 從這邊走出去啊 就是松江南京的捷運站 旁邊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富霸王豬腳 所以非常好找 就在這裡 店內的環境啊 就長這個樣子 側邊這邊啊 他也是有座位的 那我們剛才是大概1點16分入場的 那他們啊在Google map顯示啊 是2點半啊會下午休息 那現在呢是還沒有坐滿啦 我本來以為啊是需要排隊的 沒想到呢是不用 它的內用流程是這樣啦 先入座之後呢 背面拿這個條碼先掃碼點餐 然後再到自助收費機啊 或線上的支付 紅燒番茄劍心啊 是他們家的招牌 然後啊有正常麵量 或者是雙倍麵量 再加一倍的話是30塊 然後麵的話可以選擇啊 刀削麵中式或者是日式拉麵 那如果你是單純想要吃豆花 吃到飽的話 這個紅燒湯麵啊 120是最低的價格了 點完餐之後啊 拿這個QR Code啊 直接在這台機器裡面啊 就是刷出來帳單 然後付款 付款的方式啊 僅限現金 旁邊呢這邊有收據 有沒有看到後面那台啊 就是自助結帳的機器啊 很多人啊是不會用的 所以變成啊 我剛才在那邊教兩組人啊 怎麼付款 然後跟使用 這邊呢是他們的自助台 豆花呢 主要啊就是拿這個勺子啊 去燒它 有沒有 看你想吃多少就撈多少 不過前面可能撈的比較碎一點點了 豆花的配料啊 主要啊就是這六款 仙草紅豆 然後跟綠豆 蜜芋頭 花生 然後跟旁邊的椰果 那看你豆花 喜歡加糖水啊 還是豆漿豆花都ok 那這邊呢飲料啊 還有冬瓜檸檬 這一碗啊 是我點的 190元的紅燒番茄牛健心 肉量來講的話呢 就是這樣啊 四到五塊 我個人認為啊 算是還ok啦 不算是啊 便宜 但是啊也不算是貴 不得不說啊 它的牛健心啊 滷得蠻好的 它那個油筋啊 跟肉的地方啊 都蠻軟Q的 很好咬耶 這一個呢是他們的番茄湯頭 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我覺得啊 味道算是ok 但是啊 我會希望再濃一點 它的番茄味啊 沒有到非常明顯 反而是紅燒的味道 比較明顯一些 所以如果啊 你點番茄來講的話呢 我建議你啊 就直接點紅燒的 因為兩者來講啊 只是加了一些 番茄碎的感覺 既然強調啊 它是麵店啊 這個麵的口感啊 就至關重要 它的麵的口感啊 是我喜歡的 不會煮得太過 然後是軟Q軟Q的 會掛一點湯汁啊 但可惜啊 這個紅燒的湯頭呢 它比較細一點點 所以啊 它掛不上啊 什麼 就是比較多的湯啊 這一碗啊 是150元的 清燉牛雪花 肉量啊 大概是 5到6片啊 這樣的一個 牛肉片 它這個雪花呢 就吃起來 是比較偏乾偏硬的啦 我不介意啊 就是那種 一次好大一塊啊 直接吞 可能會噎在喉嚨 會感覺不太舒服 不是那種啊 就是軟嫩的 好入口的雪花 這個啊 則是清燉的湯頭 裡面還有放枸杞 我覺得它整體啊 清燉的表現啊 比我剛才的那個番茄 要來的好 這個喝起來比較順 對啊 我剛剛看了一下 你的這個 清燉湯頭啊 味道是蠻好的 給你枸杞 給你枸杞 好那最新吃喔 好不好 怎樣 你是枸杞魔王喔 一直吃枸杞 這邊還叫枸杞 真的喔 反而我就不喜歡吃枸杞了 對啊 剛好你們就是互補有沒有 你不喜歡吃他吃這樣 三色的豆我不喜歡 他還幫我吃 呵呵呵 他的麵我覺得算是好吃的耶 我還要湯吃爹爹 麵不會怕要亂掉 也不會怕爹爹 我給我湯就 你要我這個是不是 你要湯還是麵 麵 麵也要喔 好 不要 他睡在湯而已 好 慢慢喝喔 那我們來喝喝看他們家的豆漿如何吧 喝起來我覺得算是OK 然後他是不會到太甜的 我覺得裝豆花是蠻適合的 反而我不太喜歡加這個糖水 你這個吃法 將來會不會等到你婚禮的時候 我把這個放上去 會嚇到所有人啊 一定會 唉唷 好噁心喔 不要這樣子啦 戴娜現在要挖豆花 哇 你蠻貪心的耶 挖那麼多 看起來像是豆腐一樣 然後這裡呢 挑選自己喜歡的配料 戴娜居然他撈那個椰果 這個很甜耶 這個很甜耶 我自己啊另外撈一碗啊 就是豆花跟配料啊 滿滿的 嗯 我覺得啊 加那個豆漿啊 是甜味蠻剛好的 那隻啊 豆花啊 他的口感啊 比較介於啊 像是嫩豆腐啊 然後跟那個中華豆花 中間的這個口感 吃起來還算是ok啦 以他的這個配料來講啊 我覺得你不要搭那個椰果啊 都還蠻ok的 不會到太甜 哇 阿樂 你也有自己的一碗豆花了對不對 哇 呵呵 這邊根本就是你們的天堂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這樣消費啊 總共340元 好的那剛才啊 穿這間麵大廚 我認為啦 以麵體來講啊 跟湯頭啊 算是不差啦 那價位啊 擺在松江南京這一帶啊 算是還蠻正常的 因為台北價格 大致上啊 都是這樣子 那他們內用的這個豆花吃到飽啊 我看了其他幾間啊 有些啊 是只有豆花 然後豆漿 然後跟糖水啊 就是加一加吃到飽 但是呢 他們家呢 是有給6種的配料 我覺得算是蠻佛心的啦 那因為這邊上班族啊 其實蠻多的 對於上班族來講啊 吃一碗麵 然後還可以吃豆花 變成啊 他不用買飲料啊 其實他也算是一舉兩得啦 那如果剛好有到這附近的啊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他們家好像在延吉街啊 也有店 那所以在東區啊 也可以去吃吃看 那今天的影片啊 到這邊結束啊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點擊訂閱以及關注 想看到後續更多的影片 記得下方開啟小鈴鐺 我是萊恩 你是阿樂對不對 我是戴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妳們給她一個朋友 不要陪我怕 拍一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